大家好,这里是苏小河批评书 郑州的事儿,现在越搞越大了 包子迪据说从今天开始 北京下水道的消息,中南海下水道的消息 北京返局的消息,说从今天开始 包子迪正式关注河南大洪水、郑州的事儿 大发脾气 找到元凶,元凶是谁呢? 元凶是他们的中宣部和网信办 这次之所以搞不好,之所以这么大的麻烦 主要的元凶就是中宣部和网信办 这话怎么说,现在挺荒唐的 首先第一,这个事儿现在不仅仅是个中国的事情 已经成为国际丑闻了 河南是大洪水,京广隧道 我跟你说,国际仇闻 现在全世界有70多个国家都在报道这个事情 我跟你说,死的人乌样乌样的 有很多外国记者在那边我跟你说 都拍到了现场很多个照片 现在全世界都是在关注这个事情 很多自媒体在现场发挥的照片 也已经被国外的外国媒体采用 在外国的电视台主流媒体搞得是不乐乎 所以这个事儿已经变成一个国际丑闻 已经变成了一个敌国主义相互国党 最主要的问题就出在这个中宣部 尤其是这个网信办 这个没有把关 把一个本来很小的 就不就死几个人吗 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 这么大一个国家 死几个人算什么呢 毛主席说死一般人 中国还是实际上最大的人口国家 是吧 这帮家伙真是说中宣部 网信办吃不了兜了兜 尤其是河南省的中宣部 尤其是河南省的网信办 现在都急了都疯了 有人说 我听我的北京的一个操老爷们说的 这一回 从中宣部开始到国家的 都国务院的网信办 到河南省的网信办 河南省的宣传部 说不定 现在包子迪是这么讲的 是要掉脑袋 我国造成了巨大的负面的国际影响 所以现在河南省的网信办 出现了各种招数 就是什么呢 你说网信办 他一共就有那么多人 是不是 然后就管了一堆五毛 这两天专门干什么呢 就是首先是网信办的那些人 就是拿着电话一个一个的打 说你今天我知道的 你发了一个什么照片 你赶紧把它撤回 否则的话你吃不了兜着走 他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 你说你这么海洋的猩猩 你来得及吗 他没办法你知道吗 包子迪发脾气了 有人要掉脑袋 是吧 严重的失职 重大的安全责任事故 最后一定要有人背锅的 背在谁身上 你以为背在河南省的省委书役是什么 河南省的省委书役是包子迪的马仔 是包子迪的这个医院大将 他当然要保他了 他如果念他的保护 这包子迪还当什么皇上啊 是不是不行 网信办那种负责 所以现在急了一个一个打 他们说河南省的网信办的TK工作人员 从前两天开始啊 就是嗓子都喊干的 一天一天晚上 从此到晚要打 要打有任务的 要打一两千个电话 这怎么可能呢 你想想是不是 那不行 必须打一个一个打 不认识的 然后在网上找资料 然后一个一个打 完了以后呢 还有就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宣部的人 呃 然后就是什么叫做挨家挨户的 什么威胁 所以这个有很多人把这个 收到这个网信办的电话的线 这个文字啊 还有录音呢 都已经放出来了 啊 你打电话 哎你好哪哪啊 我是荷兰省网信办 你刚才发了一条纸视频 或者你刚才发了个照片啊 不符合这个党和政府的这个正能量啊 不符合这个什么政变宣传为主啊 你这个有损于荷兰省的形象啊 有损于郑州市的形象 你赶紧把它删了啊 否则我跟你吃不了兜了走 否则你你你你你你习近平要杀我 我他妈只能杀你 这句话没说 开玩笑的啊 知道吧 一个一个的 你看现在网上还有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是很多地方接到紧急通知 目前多家国外媒体啊 说这个在京广路啊隧道现场采访 你看到没有 国外的媒体在现场采访啊 那鉴于这个京广路隧道话题非常敏感 很容易引起国际论的高度的关注啊 引发国际舆情 建议辖区内啊办事处派工作人员深入街头 挨家挨户的走访啊 迎接各商户 提醒广大的商户要提高警惕 不私自接受国外媒体的采访 不给对方任何的这个断章取义啊 歪曲事实的可能 如发现相关的情况要及时要向辖区办事主 反馈或者直接报警处理 注意工作方式且不要用短信微信通知 请挨家挨户的口头的通知 你看到没有啊 现在引导了这个就是这个街道办事处啊 要挨家挨户的有责任责任指导人 一个一个那个毒死是吧 所以现在河南有有几个有几个招数啊 细胞子压力下来的嘛 第一啊就是就是网信办要打电话 威胁一个一个的威胁 哪怕把这个整个荷兰省一亿多人 每个人的电话都给我打一遍是吧 绝对绝对绝对要威胁啊 第二个就是挨家挨户啊 走访街道办事处要发挥关键作用啊 第三就是什么呢 在这个洪水这期间啊 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多月啊 说是处在洪水的高发期 敏感性危险期 要全省抓间谍啊 什么这个你凡事啊 在这个 在这个所有的自媒体吧 也也不叫自媒体 就是你拿着手机拍了 然后你你放在网上啊 啊如果你是放在国内的网上 放在微信上面警告拘留啊 这一定要到位啊 有多少人居多少人 第二这个如果说你把这个什么啊 这个照片啊或者视频 如果放在推特 放在YouTube上面去了以后 这种人啊直接就是以间谍罪啊 叛国罪间谍罪直接就去抓起来 公安局直接居人啊 不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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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怎么 就直接就弄你了我跟你说 就没什么好说的啊 就是就是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叛国罪啊 所以河南的人啊现场的人啊 我有一句说一句啊 我友情提醒大家 如果你看我的视频的话 这两天你拍到视频啊 你在网在在在在局局网上放一放 也许啊就是罚你个几千块钱 或者威胁你一次 或者是最多去把你关个七天啊 关个三四天或者七天 如果你放在推特上面啊 放在这个什么 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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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和各种国外的平台啊 你给你小心三到五年啊 甚至是十年都有可能啊 现在就抓点心 第三啊你人如果在中国啊 如果你在在国外上网 然后你转载了别人的照片 不是你拍的啊 转载了别人的照片 你也要当叛国罪处理啊 绝对全国第四就是什么呢 就是抓 刚才说抓间谍嘛 外国美国外的媒体 其实我说实话 国外的媒体真的不多 有没有有 有啊 但是交的嘛几个人不多 现在主要你就 你都不用就现场采访 你在网上你就看那些老百姓 通过手机拍出来的照片 就足以说明太多的问题啊 所以包子这些花下来以后 现在荷兰省的这帮这帮孙子啊 还有国务员网先帮这帮孙子 中宣部的这帮孙子 瞎的是尿裤子啊 都已经说了啊 这事儿啊 得有人掉脑袋啊 说包子里的羊话啊 中南海下出的报道啊 包子里的羊话 得有人掉脑袋 给党和国家造成这么大的这个什么 民意上的损失 你看到没有 这个花也看到没有 引发了国际舆情 看到没有啊 这个东西你就知道 一旦上升到这个程度 你就知道功夫了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有些个有些个潜在的一些个规矩啊 你在中国生活你一定要知道什么事儿啊 什么事儿你不能摊上这个国际实力 如果你一摊上国际实力那麻烦了知道吗 你如果在国内搞搞啊也许还行 你比如说他每次打人打压人 你比如说六四的时候啊有国外的反华实力操纵 是吧 然后说香港是有国外的反华实力操纵 对不对 完了以后709律师有国外的反华实力操纵 你要打压我们的毛老毛玉士 毛玉士是美帝国主义啊 美一些反华分子啊 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啊 叛徒卖国贼是吧 一旦他把这个东西锁进去以后 他想怎么弄你怎么弄你啊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可不是开玩笑的啊 这个事儿他已经到这个高度了 共产党最爱搞这些事情 第二就是什么呢 哎你做什么事情你记住 你不要拿国外的钱 如果你拿了国外的钱 你麻烦了啊 哪怕是国外的什么什么 就是这个福特基金呢 或者诺克菲基金给你的钱 你没事人的时候 你拿点钱是没人管理的 一旦要搞定你 那你绝对就死定了 你拟通挨国卖国贼 你知道吗 就绝对要搞清楚这个套路啊 否则的话你吃不了兜着走 第三是什么呢 就是你有的时候 你跟国外的人合作啊 你千万不要接受国外的采访 这个商量写的很清楚是不是 不私自接受国外媒体采访 你去花去什么去花 一旦你接受采访了以后 你吃不了兜了走 这个共产党他搞这些事情 他就是高压统治 所以这个东西他是网信办了 中宣部尤其是网信办这块啊 你稍微了解这儿 过去十来年怎么过来 你都知道 网信办是把这个 在整个中国的这个社会里面啊 现在习包子不是一尊吗 是不是 就比毛泽东还有威信 那绝对是威风八面 绝对是无人能挡住他 知道吧 他有足够的名义和足够的威信 真的 他为什么这么这么横呢 他有什么原因呢 我告诉你 把这个习包子这个人推上这个这个 啊 毛拉舟的位置的这么一个 中间力量 就是他妈的这个网信办 你知道吗 因为过去嘛 你们都是主流媒体嘛 大媒体嘛 人民日报 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 这么三家是不是 然后加入各个省的什么什么日报 湖南日报 湖北日报 什么上海 上海没有日报 还是人民解放日报 是吧 就这种东西 你现在都不用我 现在就网信办搞定就行了 所以你他还都知道 你看昨天那个李慧之啊 自杀了 他就讲他说 包子弟上来这十来年啊 国的国内的舆情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脱不过气了 你知道吗 一连连说话的空间都没有 所以他作为一个写文章 他写文章 他写他把自己给毒死了 但这个话是有道理的 或者这种感受是完全正确的 像我这种人 你在北京生活 就是三个渠道呗 第一个渠道就是你出书 这叫出版系统 第二个渠道是什么 是主流媒体 你写专栏是不是啊 赚点稿费 什么报纸什么杂志 这种传统媒体 那第三个渠道就是什么 就是你玩自媒体 微博 微信公号 就这么两个东西吧 有时候还有些其他的 比如说有什么简书 比如还有什么 喜马拉雅 是不是 搞点音频文件 还搞得知识星球 我都搞过 一开始搞得还能 还能骗点 骗应该一二十万块钱 后来都 所有的都消失了 是吧 但是有个问题 你知道吗 就是你比如像我这种人 你把我的出版系统给完全砍死 这我一个人感受到 因为不是每个人 他都会出书 是吧 你把你我的专栏 这些东西砍掉 他不是也不是每个人 他都写专栏 但是你如果把每个人的这个微博 或者是微信公号 这个东西砍掉 因为这是个大众 就自媒体嘛 就是所有的自媒体 人人都可以干的嘛 他没有门槛 你想干净可以干 完了以后 所有人都感觉到一种巨大的 一种年段审查的压力 一种这个 头不过气 来的一种一种绝望感 你知道吧 所以就是 习包子 他当时上来以后 开的第一个会议 这个我是知道的 就是 叫做网络 整治网络 互联网整治会议 互联网 大整顿 动员大会 在这个人民大会 谈开的 包子这现场说了几句 特别狠的话 有人后来说出来的 还有录音 就说包子里讲的就是什么 现在互联网完全是一盘散沙 完全没人管 完全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 坏家伙 坏分子们 这个兴风作乱的地方 我给你们半年时间 完了我不管你们用什么 这个垃圾措施 什么有什么措施有效 你去用什么 我不给你是下线 我只需要结果 如果你达不到我的目标 如果你念这个互联网 你都管不住 你们他们的拿岛来见我 哎呀 就是就是就是骂的娘 我告诉你就是 细胞子当时就骂的娘 所以呢 从那时候开始 那个时候的主人是卢伟嘛 卢伟开始 就一个好几届这个 网信办的这个主任 中宣部部长 副部长我跟你说 就是卯租了金 以前是没有五毛的 知道吧 以前是没有这个 什么的网评完的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所以说就是这帮人 把所有的人的 在微博微信上面 所有的言论都管控起来 都封杀起来 几乎每个人都有被删 删稿子 删文章啊 这个删视频呢 都有各种的经历都有 知道吧 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 就是这样所有的有点 有一点点自由倾向的 所有的言论都完全被封死了 所以你在中国你看到的啊 一般的老百姓 他只能看到对习包子的歌功颂德 对习包子的这个点赞 知道吗 完了就就慢慢慢慢 就通过打压老百姓的说法的渠道 完了以后呢 这个拉高了这个互联网的管制的力度 然后加上主任 那没得忽悠 所以现在全国的韭菜老百姓 他就形成一个印象 就是习近平这个人伟大的不得了啊 觉得是毛主席在世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就是你你基本上你可以这么认为 中国人有多么这个叫做什么 崇拜毛泽东 到目前为止就有多么崇拜这个习近平 他就这么牛逼啊 习包子就这么牛逼 是谁帮他走到这一步的就是这个网络系统啊 所以我告诉你啊 网信办这个互联网管理部门是过去十年 扼杀中国言论最大的凶手没有之一 我跟你说其他的什么出版口啊 什么主流媒体口啊 这些个东西都不行啊 都都已经是靠边站了 主要是这个网信办全力通天 我跟你说全力到了极致 国务院的各种部门最有权力的就是网信办 我跟你说好几家网信办的主人 副主人都抓进去了贪污啊 太多的人给他们塞好处了知道吧 太多的问题都堆在他这儿 这会儿终于出了一个什么 京广路隧道啊 出了河南这个大水的事情 一盆子屎啊 本来是细胞子的问题 一盆子屎完全彻底的扣到了网信办的身上 所以现在传出的话 是网信办中宣部 尤其是网信办啊 我告诉你 绝对会有人人头落地 你不行你就等着瞧 我跟你说 包子里他他不弄几个人死掉 他不足以平民愤 不足以平民愤 他的那个好不容易被 被韭菜拱上去的那个神一样的存在 那个微信就会扫地 知道吧 他最看重的那个东西啊 所以他现在已经一排版了嘛 就是要在这个 首先在这个 国务院网信办要抓人 完了以后要在这个河南省 中宣部河南省网信办要抓人 现在到底会抓谁 所以过几天你就能看得到 绝对有人为此背锅 共产党的事情 你共产党卖一命 你把细胞子辛辛苦苦给拱上去 结果他反过来一吃你 这不就是所谓的独裁者的游戏吗 独裁者是一个怪兽吗 他会吃掉所有的人 身边所有的东西都会吃进去 最后一个人就是他吃掉他自己 细胞子自己一定会把自己吃掉 但是那以后的事情 现在的细胞子 你看细胞子就曾经奴尾是他的鞍前马后 把他推上神坛的这个鞠躬至尾的人物 结果细胞子就把他关进去了18年 国务院网信办的主人 中宣部的副部长是不是 后来有好几个网信办的副主任 又是成为阶下球贪污 我告诉你啊 事情他总归有高潮的 高潮马上就要来临 我们就且等着 看网信办哪个孙子 被细胞子一枪给崩了 谢谢大家